只看到一團黑黑小小的身影 賊頭賊腦的過馬路 還鑽到車子底下 先注意看看有沒有人經過 再偷偷靠近民宅 發現柵欄圍了起來 但沒關係 仗著自己的身材優勢 穿過了柵欄鑽了進去 開始四處張望 東文文西文文 以為會有食物 卻跑錯了地方 這裡是人家的倉庫 只好放棄再默默鑽了出去 到其他地方觅食 這是肚子餓的山腔 山腔出沒的地方 就在花蓮副里的東里村 25號上午7點多 從山裡面跑出來 還闖到民眾家裡面 到處觅食的行為 全被住家的監視器給拍下 只是這已經不是第一起 山腔出沒在山下 日前花蓮瑞穗的台九線 就是有山腔突然衝出 造成路過的女騎士 來不及閃避撞上然後身亡 那山腔是草食性 它特別喜歡植物 草的嫩葉嫩芽 所以其實對人類 不會有直接的侵擾 因為山腔最喜歡的漸損 產季剛好是每年的4月到6月 但是今年受到天氣影響 產量變得好少好少 沒什麼下雨 就是說 現在目前其實陽光跟溫度是夠 它就缺水而已 那如果後續有 就是開始下雨的話 其實就很盛產了 因為山腔如果沒有吃了他們的食物 他們應該就會跑往陸地這邊 會有 偶爾會有這樣 疑似就是因為這樣肚子太餓了 山腔才會跑到山下找食物 不過民眾遇到 可千萬別對他動歪腦筋 因為如果隨意獵捕 可能將會面臨最高30萬元的罰還 TVBS新聞高志宏和雲婷 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